因為說實在啦 那個西方如何落實那個 因為它要形成一個卡特爾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要統構做不到 所以滴不動我不動 所以它有別招 這個已經有傳出來了 有人就說那你這樣吧 那因為英國啊 你這個你如果懂保險業你就知道了 那個海上貨物保險 英國有一家公司叫ROY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歐洲的貨輪幾乎都是ROY的保險 那他們就想到一個絕招啦 說你只要運俄羅斯的石油 那我就提高你的保險費 用這種招數啦 你弄我意思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知道統構沒辦法 那我知道給你製造別的成本 就是這個意思 那就是反正就要逼它降價啦 不是不是逼它降價啦 是 逼它不跟它買 大家不能跟它買低於多少錢的石油啦 對 那我跟你講它很多事情都是 國際上有問題啦 因為石油並不是 你要買就買得到耶 你價格出那麼低 好比我們在做買賣嘛 那你現在做了一個限制嘛 說你不能買超過80塊 那我俄羅斯就是要賣你100啊 那不然你不要買啊 對 那看誰撐得住啊 那離我100塊都賣不掉是不是 我就賣給別的國家啊 因為制裁俄羅斯的國家 只有48個耶 所以它的所謂的修改供貨合約 它是連這個貨它都有可能 你要這樣子搞 那第一個我一樣這樣賣你 然後我也不 它根本就不給你了 是啊 那就看誰能撐嘛 或是調整我給你的量嘛 我覺得俄羅斯是很篤定啊 為什麼呢 因為9月冬天就到了啊 你撐得住嗎 你暖氣能不開嗎 那歐洲的冬天有多冷你知道嗎 對 這不是像我們這樣啊 它那個冬天動不動就是5度以下的 對 你到時候不開暖氣看你政府 能不能撐得住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就很篤定啦 因為現在都已經 7月都快到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種提案都是美國英國搞的啦 那這個當然要怪歐洲自己啦 你怎麼被人家拉著鼻子走 是 對不對 你怎麼連一點獨立判斷能力都沒有 跟著一起喊話 所以我坦白講啊 這件事情要怪德國跟法國自己啦 你怎麼會變成人家的小跟班嘛 這明明就是做不到你為什麼不講話 那 那個海上保險公司那一家公司 是英國公司耶 他就是美國的 歐啊你知道嗎 那英國跟美國聯合在搞這場戲嘛 兩個都不是歐盟的成員耶 那你為什麼要聽他們的話 嗯 對不對 對 那美國部分其實他也另外宣布了嘛 他也說他們對俄國的這個 最新的制裁是包含要進口 啊 禁止進口俄國的黃金啊 這也是他新寄出的方法 這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啊 這個是這樣啊 那個 俄羅斯的黃金才不是賣到美國了 俄羅斯的黃金 他大部分都是經過 倫敦的金屬交易所去進行交易 那 英國有一個叫金銀協會 嗯 英銀同業協會 那他要把他除名啊 那除名會影響到什麼呢 就是 在英國上市的黃金交易 俄羅斯提供的黃金大概占28% 是 那價值是150億美元 那這個的問題就在於 那我不透過你倫敦來交易吧 我透過其他地方可以吧 那全世界 要做黃金儲備的國家很多耶 嗯 其中有兩個國家是最大的 一個叫中國 一個叫印度 對 這兩個國家剛好都是俄羅斯的朋友 不是嗎 那你忘了我們 中國大貓的威力了嗎 哈哈哈 你那個倫敦不讓人家賣是不是 那我們中國大貓到中國的金釋買好不好 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覺得 他們都異想天開啦 他以為只有你們歐洲人 還有歐美人可以買黃金是不是 事實上歐美人買黃金 事實上他有很多用途 第一個當然就是做儲備 那第二個就是老百姓愛用嘛 奢侈品 他要做金釋嘛對不對 那西方人做金釋還比較少 東方人多得很啊對不對 西方人大部分都是用鑽石啊 那還有第三個是有一些高科技用品 要用到黃金啊 比如說你的電腦 所有的那個PC裡面都有黃金啊 所以你看那個PC回收 都要回收裡面的要鏈 要把那個金鏈出來 所以有一些是因為他是 他的金屬的特性嘛 所以基本上你說這些用途啦 你歐洲不做交易平台啦 那你認為歐洲國家不會透過 別的平台去買嗎 所以其實美國喊這些話 他是故意打這邊邊攪攪 然後但是看起來雷聲大雨 有點少囉 我覺得拜登坦白說啦 很多都是學招啦 那這個當然就 接著到他的幕僚的水準啦 因為我在學校是教國際政治經濟嘛 他的幕僚對經濟是毫無所知啊 所以他不是故意打這些邊邊攪攪 我原本以為他是想要當紙老虎耶 不是啦 邊邊攪攪我跟你講啊 你如果自己明知如此還故意打 那會很虛啦 因為他還打得義正辭言嘛 你知道嗎 就是信以為真嘛 所以我才說我以為他是很甘願當紙老虎啊 你為什麼那個Foreign Affair 那個是美國最有名的外交事務期刊 他在拜登打基建聯盟之後 第一時間就寫一篇文章啊 說你根本做不到 他就直接打臉嘛 說你這種幕僚 你這布林肯你是在幹什麼 他們就覺得這個非常可笑嘛 你怎麼會覺得第三世界國家 想發展綠能呢 你這是什麼概念啊 那因為他電力建設做不過中國 然後公路鐵路做不過中國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來做綠能建設 我們來做清潔能源 我們來節能減碳 你是在講什麼啦 是 非洲根本排碳量很少耶 人家還沒有開始排碳 你就叫人家減碳 你是在講什麼啦 我要發展工業好不好 真的是媽媽混淌 那個我們的傑曾亨利網友說 這G7現在已經是一個義氣之爭了 台面上不能服軟而已 我同意啊 不然你就拿出一些 真的有意義的項目嘛 然後打得到痛點的 因為第三世界需要的東西很多啊 你可以幫忙他發展農業啊 發展漁業啊 對不對 避免那個石斑魚給人家放毒啊 對不對 這種你都可以幫人家啊 對不對 對齁 不然孔雀石綠幫他找替代豚啊 你的黨政真的岌岌可危 不要再講下去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項目很多啊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講到農業跟漁業 他又輸中國了 對 沒錯啊 他是故意挑清潔能源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部分 他還有一點點競爭力 他事實上也競爭不過中國 因為太陽能力怎麼比得過新疆的價格啊 是 那沒有辦法啊 對 所以他又說 不然我來幫你做通訊建設 那第三世界國家來說 我3G都沒有 你要把他給5G喔 就像你剛剛講 我都還沒有在發展工業 然後你叫負傑探 我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他就 那5G我來幫你蓋啦好不好 這個並不是免費送的 這個是第三世界那些國家 如果接受了你這個外援 他也要拿出配比基金耶 哦 並不是完全免費的啊 比如說 我假設我這個團體補助你 好三成嘛 我就融資來了嘛 那你自己要出七成啊 是 那我國家資金本來就很有限了 然後我還要先掏出這個 結果在你的引導之下 我去做綠能 對那我不真的需要的東西 我去做5G 我是在古早上 哈哈 好那我們來念一下 美國這個財長葉倫他的說法 他說這G7成員國呢 在本週做出一個 廣泛多邊的承諾與行動 也進一步的可以切斷 這俄國獲得對自家軍隊 至關重要的技術的途徑 那也可以藉此來削弱 這普丁的能力 欸其實這個 亮哥我問一下 以控制石油價格啊 真的是在減少 這個普丁的戰爭資金嗎 他的戰爭資金 真的是從石油價格來的嗎 主要是天然氣啦 可是廣義都叫能源啦 因為他發現俄羅斯 五月公佈了財報嘛 對他雖然輸出了減少 可是還是上去喔 都沒傷嘛 對 所以人家也去查了俄羅斯 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嘛 就發現通膨大概在10%左右 也活得好好的 就是這樣 是 所以他就開始異想天開嘛 說我如何減少你的收入 我跟你講喔 普丁也是個狠人啊 對 他現在看到你這樣搞我是不是 他現在有一個計畫快要出來了 快要發生了 比如他前一陣子 不是限制說天然氣 你用蘆布來買嗎 對 對不對 那他接下來可能還說 比如說你波音 要買我的鈦金屬對不對 波音的鈦金屬 35%是跟俄羅斯買的 那請你用蘆布來買啊 他們開始要加大範圍了耶 當然啊 他就是說我天然資源 礦產全部比照天然氣 請你用蘆布來買 哇 我就跟你講已經快發生了 這是七傷全耶 這沒有辦法 就是你要這樣搞我 那大家都來搞嘛 那就是你 你這樣搞我 你自己也傷三啦 我傷七好不好 那我現在在出手 我在贏七啊 他們就是換他們傷七啦 是啊就是這樣嘛 就大家都來搞嘛 都來亂搞一通嘛 我跟你講 美國的假肥啊 就是化肥 都是跟白俄羅斯 還有俄羅斯買的 因為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化學肥料 佔全世界70% 哇70啊 那請你用蘆布來買嘛 大家都來啊 這個會在接下來的計畫裡面嗎 他已經講啦 還沒有實施啦 化肥也在嗎 你不要逼他啦 化肥他當然有列入 當然有 我還可以幫他列一堆啦 70% 那個普丁你如果需要備忘錄 我這邊還有啦 對 因為俄羅斯真的是 他的天然資源實在太多了啦 這個你那個女生艾美 你可能還不知道 你知道全世界產鑽石 最多的是哪個國家嗎 是俄羅斯嗎 是 哇 我跟你講啊 你都以為是南非嘛 對我以為是耶 南非是高級鑽 所以那個猶太人的加工 蘇聯鑽 對 對 就是蘇聯鑽 蘇聯鑽是稅鑽 可是大部分的人買的是稅鑽 因為蘇聯鑽也比較便宜 對 就是俄羅斯 他產量是世界第一大 你講出來想要蘇聯鑽這個 對嘛 對嘛 現在當然叫俄羅斯鑽嘛 是 我就隨便跟你講啊 他什麼屁東西都有 你知道 這國家太大了 要跟你算算不完 對 對 對 而且絕對是全球的其他地方 在受傷 當然是啊 就是我如果都給你用蘇布來算啊 他招多了很啊 所以G7應該真的就是 口號談不下去啊 他也 黃金的產量也是啊 黃金產量全世界第二 對 就這個國家實在是太富了啦 在礦產的部分 對 就是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 民生工業做的比較差啦 對 那不然那個大眾物資啦 還有那個 軍用的高科技他都很厲害嘛 是 那可是民生用的比如說電腦啦 半導體啦 還有我們普通的紡織啊 什麼 對 他確實比較差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真的很富欸 他市場比澳地阿拉伯要富很多啊 以前有個人用的形容詞嘛 說什麼叫俄羅斯 俄羅斯等於油田加核武啦 你這樣太小開人家了 對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煙的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